大家好,又是政治大迷信的節目時間了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王偉國 這個禮拜的節目當然也都是要追返 之前我提過希望講的一個題目 就是講到香港前途問題 應該這一集去到第三集 就關於講到香港特別是過往十年 特別我選了兩個重要事件 去跟大家分享的就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 和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那究竟這兩件事其實發生到香港 整個歷史或政治發展裡面 其實透過尖聲學的角度有什麼深刻的變化呢? 然後也有一些潛之的部分 就是大家可能都會不關心 或者甚至朋友覺得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12月19日星期日當日 那麼當日其實從當日的聲像 究竟香港會發生什麼事呢? 可能會發生什麼狀況呢? 或者之前其實香港已經發生了什麼狀況 怎樣透過升盤裡面的一些特徵 或者甚至一些預測的一些技術 或者一些技巧去展現出 10月19日當日 其實都發生了香港現在面對的一個 幾嚴重的一個狀況的 既是有一個緩顧性也有潛清性的部分 大家就不要在家繼續看下去了 那也是這樣 對這個節目支持的朋友 例外都是訂閱、分享、點贊和評論 那每晚都發現到一些朋友 就開始都有留言在我的節目裡面 所以其實我會有一集 會將一些觀眾的留言跟大家分享 那特別有一些留言 其實對於理解香港現在的情況 譬如 究竟我們去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出生時間的時候 究竟是用凌晨12點鐘 還是用1點32分 就是我現在用的那個呢? 其實究竟誰是誰非 還是一定要有一個單一的答案 還是其實可以有不同的一個可能呢? 其實在占星學裡面 一些本地的一些行家 其實都沒有一個一致的意見的 所以其實在未來節目裡面 可能假期裡面都有可能 假期的特別專輯的話 都可以透過這個假期專輯 去打筆打大家的問題 或者甚至是 都做了 譬如說這個節目都做了 差不多接近10集才算 其實慢慢都掌握 摸索回整個節目 就是個可能的一個風格 或者會不會太長會短一些 會不會是講的內容 比較精簡濃縮一些 然後就是希望觀眾能夠 很短時間裡面 就是掌握到一個訊息 或者掌握到一個內容 就是讓大家能夠繼續提 但是更加重要一點就是 就是大家的支持都很重要 也是令到我在2021年 10月開始這個節目之後 就是現在都 兩個月時間 現在都已經12月 都能夠繼續有一種能量和動力 繼續在2022年裡面 和大家是正視大迷信的 好了 那麼 言貴正傳了 當然 回顧一下 上個星期其實 我們就講到 97年那個 就是 香港那個 就是 命盤會是怎樣的 那麼 其實今天都會用到這個命盤 去到跟大家去 講話 或者分析 就是香港 特別 太遠的事情 我們不講了 譬如說可能是 7.1 或者甚至 就是可能 講到是關於 就是 在 過往的十幾年 香港的一些可能社會運動 那麼 那麼 基本上 如果從一個學術角度 我們都相信 其實 對香港發展真的很深刻 那麼 當然1997年的 這個香港的主權 比回中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但是 1997年之後 其實 反而可以視為 香港整個歷史政治發展的轉移點 就是以下這兩年事件 就是2014年的月灑運動 以及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很多朋友 可能都經歷過這兩場運動 如果看這個節目 朋友年紀比較小的 可能2014年的時候 都可能一個適合董事 但是都好像 若不知道 就是香港社會 發生了一個很大的動盪的話 那麼 再經歷過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甚至都現在 可以這樣說 雖然有人說 這個運動是失敗 有人說這個運動其實結束了 但是這個運動的一個余波 或者有人就會說 這個運動其實 就好像打破了中共的 潘多拉盒 這樣 是令到中共 好像走了一條 不歸路 那麼究竟那條是 生路 還是目路死路呢 那麼其實 可能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了 那麼問題 關鍵就是 有些朋友都會問 究竟 中共還玩得多久 一個方面 那麼可能這些關於 就是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政府 就是他們 可能跟著那幾年面對的 一些狀況問題呢 都會是我未來未來 政治大迷信裡面 會探購的一些課題 就是除了是一些領導人的 就是 的盤之外 那麼可能 就是習近平 或者甚至如果有朋友的興趣 可能是毛澤東啊 鄧小平啊 那這些就是 以往中共領導人的盤 都可以拿出來 跟大家去分析 那甚至是 就是 中國共產黨 在1921年7月1日 在上海成立 那麼其實 如果我們要了解 整個中共的命運的話呢 我們單看 1949年10月1日 下五三年 這個盤 可能只不過是 誇探到國家的層面 中共的命運 而更加還有一點 就是可能 可能在未來裡面 這個我不會走數 因為其實之前都有 就是在一些 私人做會 都做過一些相關的預測 就是 如果我們用 如果我用回1921年 7月1日 就是 叫做 叫做 中共建黨 就是在上海 舉行第一次 這個中共 這個黨代表大會 的話 那麼其實 作為一個權力的一個核心 如果能夠也要看上 黨本身那個聲譜的話 就更加能夠更加全面 和更加雲觀 規探不到究竟 未來中共的命運會 如何 好了 言歸正主 都是說回這個雨傘運動 和反修例運動 那麼 可能大家都會想到問題 就是說 咦 既然你說這兩個事件 那麼第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這兩個其實是一個 就是 橫跨了一段頗長時間的一個 政治事件 雨傘運動 就由這個 就是九月 去到十二月 那麼 反修例運動 是直接是延續到 差不多是 2019年尾 差不多去到2020年 因為這個 就是非典炎 因為非典炎 延續稱叫做 武漢肺炎 差不多基本上 就已經是 叫做過一段了 那麼 所以第一件事 究竟我們用這個日子 來去定義這兩場運動 開始的一個 就是 時間 就好像等於就是說 我們定義一個人 幾時出生 幾點出生 一樣這麼重要的 好了 那麼 當然 我們去定義的時候 當然一定會說一些 或者一定會針對一些 關鍵的事件 或者一些 一些重要事件誘發整個 歷史政治事件的發生 譬如我們會說 如果用回2014年9月26日 當時其實就是一班大學生 或者一些人士 是透過一個 重奪公民廣場 如果當年 大家都還記得 就是 其實那時候就有所謂 就是開始有所謂 就是一些可能是 罷課的行動 那也都有一些 就是大學的老師都響應了 然後 然後 很多人就覺得 就是 整個運動 其實 完了 多晚集會 好像結束 好像差不多是 可能等第二天 我們再 就是可能 有進一步行動的時刻 那麼 突然間 差不多十點鐘時間 就是 有一班學生 你看到 就是頭上面 就是一些學生的代表 那如果眼力好少少的 那如果你可以放大一個鏡頭 甚至可能見到 例如周永康 例如 這個 黃浩銘 甚至見到一些 就是學聯代表等等 就衝突到公民廣場 如果大家有看過一些 的影片 都看到就是 晚上他們爬過了 這個政府總統的一些 一些障礙 然後 就進入這個公民廣場 那時間就是 晚上10點18分 那同樣道理 我們去定義 就是這個 反修例運動 那當然其實 就是一百萬人大遊行 那個事件 就是2019年 6月9日 那個遊行 是在 下午 兩點 二十分開始的 好了 如果基本上 我拿了這個日期的 時間 作為開醫的明表話呢 其實也都有一些 就是 發現 其實 香港在這 差不多 就這樣說 這差不多 近十年 或者如果 如果你說再 退遠一點 可能你說到 學民思潮運動 2012年 那如果你計算 今年到2021年 都差不多接近十年的 一個 歷史事件的話 那 究竟 當然有朋友 就從政治角度 就是說 就因為中國因素 那 但是從自然之間的角度 其實這些事情的辦法 正直 也是跟天台上 某些星 有一個很密切關 所以我反而 就會先用了2014年的 一個雨傘運動 作為一個例子 去講一講 那 我想這次的節目裡面 當然 其實一些朋友 如果看可以的節目 當然 我們都會有一些 重點 其實已經在這個 螢幕裡面 都顯示出來了 那 我們都會 透過解讀星盤 再把這些重點 帶出來 給大家留意 但是 我想更加重要 就是 其實 在 2014年 或者甚至之前 其實 一些影響到 就是 人類 世代 的一些星 其實 就是在某些星座 而這些星座 也是 帶有某一些 重要意義的 譬如大家 有留意到 在這個星盤裡面 的最左手邊 我現在用箭 所以自己指 最左手邊 大家看到這個 如果大家有看過 10月中有一集 其實也有介紹到一些 星 天王星 冥王星 和黃星 其實我們會說 和一些 當然要從什麼角度去理解這件事 有人就會說 這些是動亂 衝突 或者甚至 用官方屬於一些 一些 尊之動搖 政權的一些 力量 在那裡作怪的 但是另一方面 有人就會說 其實這些正正就是一些 要將一些腐敗 腐鬧 無能 或者甚至一些 沒有資格 不應該存在的一些 力量實力 將它清出 而換了一些 能夠迎接新時代 現在社會實際 真實需要的一些 力量或者能量 所以 你看到左邊 你看到就是 天王星 在白人座 其實我們會說 就算 我們不說到 2014年了 我們再推遠一點 如果大家還記得 其實在2011年開始 2012年開始 其實全球都開始 一波 一個大規模的 一個社會運動 雖然在今天的分析裡面 我們未必有時間 能夠將這些運動 在這個節目裡面呈現出來 但是實際上 如果沒有了這些運動的話 其實都沒有可能有 譬如說是 學民思潮 或者甚至是 2014年的預殺運動 可能大家如果還記得 其實 十年前 其實全球有一波 就是一個 幾大規模的一個 就是社會運動 就叫做阿拉伯之春 我叫做阿拉伯之春 其實是源自於這個 就是 非洲 或者中東 就是一些年青人 透過社交媒體 去到動員 組織起來 是反抗一個 就是腐敗政權的一個統治 慢慢這個阿拉伯之春 也是 就是 沙漠到很多地方 其實當時中國 都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都有一些零星 但是最終都是失敗的一些 一些小型的一些 我們叫做 一些叫做維權運動 那裡的 那 其實這些運動的出現 或者其實這個 不是單一兩個國家的一個 運動 而似乎是一個 全球性的一個 反抗權威運動的話 其實正正是跟這個天王星在白羊座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如果大家都可能將 如果2014年 當時的天王星代表著一些叫做革命 極端的一些行為 或者一些突發事件的話 或者有人叫做突發意外的話 其實是位於這個白羊座 通常我們會說 如果那個星座的特質配合那個星的話 是將那個星某一些能力的面向 將會帶出來的 如果我們說白羊座都是一些行動 衝動 或者一些甚至叫做行動力 或者甚至負面少許是火爆 暴力的話 那這些火爆暴力 結合了這個革命 變革 劇變 或者一些不確定變化 是結合在一起 某程度上是為2010年代 整個全球政治裡面 在抗爭運動的部分是揭開進幕的 所以就算你說今天 可能節目將來 至少有機會說到一些可能世界小小的東西 不單止是說中國和香港 但實際上我們會說 天王星對於全球政治影響 到現在是還在那裡 譬如我們會說到現在天王星在這個金融座 其實某程度上也是動搖了一些跟物質 或者甚至跟一些可能金錢 或者甚至某程度上 跟一些投資股市活動有關的一些經濟 一些經濟面向活動的 所以其實金融座某程度上 不是 天王星某程度上 也是一個令很多人覺得 比較麻煩的一個 一個行星 我這樣說 然後我們領一顆 真的是一個 一個叫做核彈式的一個 爆炸性的一個變化 但是在過程中 都充滿著一些恐懼 一些甚至威嚇 甚至一些地下力量 或者甚至是一些 其實可以把整個體系 或者整個人 如果用人整個人 整個人是把它摧毀 但是要透過這個摧毀的話 要麼你就摧毀死亡 回不了身 另一方面就是 你能夠在死亡裡面 爬出來不可以死的 就是重生 這個就是 我們叫做冥王星 當然如果你跟我爭論 這個天底方面 冥王星已經不存在 已經變體行星 這個你交給這個天文台去做 但是這裡不是天文台 這裡是政治大迷信 我是說尖星 但是在尖星學裡面 冥王星 可以這麼說 就是最惡的一顆星 有人會覺得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會用 你冥王星的時候 會用一個比較 很負面的角度 覺得是一種恐懼 一定會想到是一些 恐嚇 剛才說的恐懼 甚至威嚇 甚至是一些神秘力量 或者甚至一些 不見得光的一些力量 但是我們會說 冥王星靈一個 重要冥向就是一些 地下的資源 用之不缺的 也是一個 你超脫了所謂 一種恐懼 而能夠達到一個重新 達到一個轉化的重要力量 好了 原來當時的一個 冥王星 就是一個代表著 體制 是保守的一個山羊族 當然其實因為 冥王星動得真的很慢 冥王星基本上 你會看到 其實可能由 2000幾年開始 這個可能 你可以上網看回星 讓他知道 冥王星到來一個星座的時間 都是十幾年的 所以其實你看到 這十幾年 很大程度上 對於一些 跟體制 經濟體系 國際 一些合作體系 或者甚至一些 政治體制 來說 你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挑戰 甚至可能 有朋友說 現在中共很厲害 很強的 說自己是民主大國 說自己是民主頂瓜瓜 但是坦白說 我們會說 星的力量 行星的力量 不單是人類透過謊言 或者透過一些自我 瞞騙 或者叫自欺欺人說話 而他們的一些所謂影響力 他們所謂一些政治上面的一些威嚇 可以延續下去 這個不是一個所謂 過分樂觀 或者甚至是一個 為大家開心的一句說話 因為實際上 如果大家知道 最近中國經濟 基本上都已經是 不單是脂飽 甚至出現糧食問題 習近平都說 不夠東西吃 那怎麼辦 那竟然出現在 人民日報 而不是出現在 蘋果日報 大家可能知道 其實可能 在中國 在國內出現的嚴峻情況 又可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好了 第三顆星 我們之前說過 就是火星 火星最棒的地方 就是在這麼多顆星 如果比較 當然是一些外行星 比如說天王 海王 命王 要這麼慢 但火星相對是比較快的 很大程度上 都是可能在一個可以預測的時間裡面 帶了一些很大的變化 當然回到2014年的情況 其實某程度上 通常我們都會看回 譬如說我講到政府 一定會看到太陽 太陽就是這裡 跟這些星之間的一些上位 譬如你會看到 冥王有 跟火星都有 然後跟月亮的 就跟這個偏黃星有 然後跟月亮的 就跟這個偏黃星有 就是它是不會跟人民溝通 最大的一個原因 如果你看回這個太陽 這個部分 你看回這個表 如果有些朋友會看的 其實用這個可以幫到你們 就是幫你們去定位 究竟我這個 這個描述分析 源自於這個星本裡面 這些星的一些相關上位 譬如通常我們都會說到 其實我說太陽 跟某一些星宇出現一些困難上位 譬如我們會說 如果太陽和太陽出現一個 就是一個困難上位的話 其實就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 就是不知道自己方向的 就是很明顯就是一個 某程度上 面對一個困難的 什麼時候是迷失方向的 一個可能的情況 那然後就 當然也會看到就是 當時政府 跟人民有沒有溝通 基本上你會看到 如果你說金星 你看到一個國家 就是建立關係 你看到就是 基本上都是一個困難上位的話 沒有溝通 甚至是你會看到 然後又因為就是 另一方面 就是 有一些朋友都可能見到就是 這個就是 和溝通有關的一個星 和這個 特變劇變有關的星 也都是形成一個 就是 我們叫做一個 一個困難上位的 那就是 我們叫做90度 那我就 就是 專業的部分 大家如果懂 看看這個本 都看到了 你看到是一個 四方形的部分 那當然是說 有些困難上位 那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很大程度上 特別是下了這個 和集體 無以色力量有關的 十二公 那就是說 一些無權制者的 一些挑戰出現 甚至會說 就是 為了保住權威 政府是抗拒人旁的一些轉化的 正正就是因為 這個面對這個 就是 天王星的時候 面對 面對冥王星 冥王星的時候 就是這個 冥王星的時候 是一個 出現一個 就是對分的一個局面 就是究竟就是 要捍衛回政府 就是很大程度上就是說 他是要既是 就是要保住自己 一個政權 但是 一個治理 要面對改變 但是 他決定不改變的一個 這樣的想法 形成一個 即是對立的局面 那當然 你也會看到就是說 如果你說看人民的 當然我們會看月亮 那就是在這裡 向大家公 其實 大家都會發現到 在大家公裡面 如果你看回 這一邊 月亮 你看到 基本上 你看到 跟這個 就是 木星 四分 對分 這個 圖星 那就是 用回日常語言 來說就是說 當時 當時人民 既是覺得自己 可以被人壓縮了 被政府 可能是 就是 拖延 被政府 是 就是 折磨 這個 這個 就是要看到 看到一個 就是135度 就是這個 這個 也是一個 困難上位 雖然 雖然 可能是 四方形的 90度 和180度 甚至 合相 可能 殺傷力 沒有那麼大 但也代表了 就是說 政府 就是 劏然 折磨 導致了 一些焦慮 甚至 你會看到 跟體制 對立 就是 我們講到 是 土星 就是 在這個位置 土星 剛剛看到 就是 一同七 就是基本上 是一個 對立 政府和人民之間 對立的關係 就是 甚至 就是 市民覺得自己 一些想法 自己一些想法 很難在 實際環境裡面 或者在一個 這樣的困難裡面 展現出來 當然 同時間 都會看到就是 就是 就是 因為 你看到就是說 就是 跟關係有關的 金星 跟月輪有一個 比較良好的上位 那就是說 就是 特別是大陸工 大陸工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 和 日常的生活有關的 那所以 為什麼 整個2014年的 反送組運動 和以往可能是 七一遊行 就是玩半天左右 就 結束 但實際 2014年的整個運動 可以 就是 維持這麼久呢 就是整個運動 叫做 一個普及發作 或者甚至 會見到就是 透過運動 市民之間 是一個連結 那麼 當然 你一個 就是觀察 都是看回關於 一些很極端 突殺 和對立的一些 溝通目的出現 這個正正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為 這個 就是 天王星 和這個 就是 和突變 極端有關的 天王星 和溝通有關的 水星 有一個 就是 都是一個困難的上位 那 如果有朋友 就是看到 這邊 你也會看到 是一個 就是 也有一個困難上位 那 還有 最後一個點 你也看到 就是 透過這個運動 是 回應政府 造成一個集體的 一個 雙痛 那 這個 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為 其實 在當時的 月亮 月亮 好 好了 跟這個 跟這個 一個 跟這個 相同有關的 一個 就是 我告訴你 跟相同有關的 一個 就是 我們叫做 海龍星 K K下面有一個圈 像鑰匙一樣 就是 都是有一個 就是 如果你看到這裡 都有一個 就是 太陽 太陽 或者這個 金星 應該就是 太陽 和這個 水星 溝通 就是 跟這個 雙痛 有關的 形成一個 柔和上位的 就是說 透過這個 這個運動 是把這些 集大雙痛 作出一個 回應 好了 大家 在看這個報告的時候 當然 聽完這個分析 或者描述之後 大家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 看到 美黃星 天王星 在這個位置 如果你把眼睛看著這兩點 再去到下一張圖 咦? 這個位置走了 其實五年之後 是真的 這個位置走了 好了 在尖聲 我們會說 如果有星 碰到 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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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個位置 我們稱為四角 我們稱為四角 四角很重要 在整個尖聲的分析裡面 因為我們會說 四角是一個能量聚焦的重點 例如我們會說 作為一個踏入 去理解外在世界 就是打工 十二和一 去到三和四 四就是一個根源家庭有關 三和四 根源 好了 去到建立和他人關係 就是七 究竟那個是你的夥伴 你的敵人 去到九和十 就是建立你自己的一個社會地位 能夠攀升社會階梯 還是在社會階梯裡面 扔下來 其實就是十 所以通常我們說 有星近 或者甚至碰到 這些四角 我們會說 其實也是一個思維 一個地方 出現突變 一個劇變 或者變化 很重要的象徵 原來在2019年裡面 你會看到有兩顆 威力多強大 譬如我會說到 原本在十二公的天王星 已經落到一公 甚至是其實同一個上升點 同一個第一公 一個地方 一個 一個印象面 去有一個 合相 可以這樣說 然後同時間 也會看到 其實現在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在2021年已經過了 這個冥王星已經過了 這個天頂 也都象徵著 香港本身 對外的形象 或者對外的面目 是一個摧毀 可以這樣說 所以都被人覺得 香港已經不是一國兩制 已經是國一國制了 無論是選舉 司法體制 公務員系統 教育 各方面 其實可能 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比中國更差 好了 去回解釋這個本的部分 當然2019年裡面 其實 你都會看到 譬如你會看到 譬如說 在這個 看回這個 政府方面 你會看到就是說 咦? 很有趣的 其實 我們看回特區政府的 譬如說 日月是一個 六分相 本來講 其實 可能就是因為 這個政府 逃犯條例 修例協 這個事件 反而導致到 政府和市民之間 那些連結 可以說 很戲劇化方式的連結 是建立了 甚至是建立到一個情況 就是 政府後來是 凹水了一段 頗長的時間 好了 當然 表面上 你會看到 雖然是日月 有一個 就是六分相 有一個 也叫做 頗猶和相位 但是更加 更加 更加麻煩 少少 或者更加大 少少 就是譬如說 你會看到 在下面 和這個衝突的 太陽 如果你說15度 8和14 那其實 就是 勉勉強 也叫合傷 但是實際上 我們會看到 譬如說 這一則 如果我們會說 6月9日事件 其實 之前已經找到一段時間 那現在只不過就是 退遲了發生 那就是說 跟衝突有關的火星 開始掃到這個 就是太陽 掃到這個 國家 政府 也都掃到一個 和溝通 和出版 和傳說有關的一些 事情的話 那 無可避免就是說 大家透過鏡頭 透過這個 新聞報道 那方面 就是看到那種 就是 衝突 那種溝通方式 或者政府 那種溝通方式 一某程度上都是 也都是 發動衝突 或者甚至 我們會說 其實都是 面對著一個 很大程度上 一個 急劇 和突發的狀況 衝突 也都 出現了 因為 會見到 就是 天王 和太陽 也都會有一個 相關的 一個 相位 如果 你看看 就是 一個 一個 和相位 整件事很順暢地 就出現了 就是這個 對政府的衝擊 很順暢地 是 抓住政府了 好了 那市民 當然要看月亮 那 現在要看月亮 就是 香港新聞裡面 都反映到就是說 市民都能夠有效地指向 體制和權威 特別是針對到 譬如 現在看這邊 你會看到 在月亮那裡 基本上是一些 挺好的相位 那就是說 其實整件事 會去得也挺順暢 就是 你會看到整個運動 為什麼其實 比較2014年的 雨傘運動 可以持續這麼久 它那個 廣度 深度 影響力 很大程度上 已經是 已經早早超越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 你會看到 全部都是一些 比較好的相位 無論對土星 就是 對屯威的土星 其實就 在大九宮 在一個理念有關 就是 呈現一個 三分… 一個 三分… 不是三分… 三分… 三分… 柔和相位 天王星 海王星 六分上 就是 你看到 似乎是一個很集體的夢想 希望改變這個 就是透過整個運動 改變整個香港 就是 都已經被中共 或者被這個港共 是走數 走了二十多年了 那時候 就是做一個了斷 亦都是 夾著緊張的能量 為香港帶來衝擊 還有一些 就是 轉化的 那這也是 和 有關的 那 某程度上 我們會說 整個 2019年的 反送中 一個叫做 反送中運動 或者叫做 塗白反修電力運動 似乎真的好像是 一個 我們叫做 2014年的 月上運動 是繼續 他的使命 或者一個叫做 unvanish 未完成的一個 運動 那當然 因為是 碰到明王星 那當然 其實都跟一些 壓力 衝擊 轉化有關 好了 那所以 其實 1419年的盤 其實很明顯見到 其實正正是一個 就是帶來一個 很深刻變化 劇變 突變 的一個象徵 2014年的那個 是兩分 2019年的那個 是七分 接下來當然不止 可能八分、九分、十分 一會兒也會說到 可能相關的一個部分 甚至我們會說 其實 如果是 天王星 和明王星 代表 革命變革、突變、 意外有關的星 和這個恐懼 恐嚇 或者是一個 深刻變化 或者甚至是 將一些 消滅、毀滅 的一顆星 就是 回到這個層面去看 因為 其實 我們會說 2019年 真的是香港整個轉捕點 即 無論有一些學者 已經說到 2019年其實就是 攬炒元年 也都 某程度上 在未來歷史裡面 也都可能作為 中共、港共 倒數 開始計算時候 這個零法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 這個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轉捕點 一方面 也是設計 改變了對外的形象 地位 一掛兩制環月 亦都是慢慢 令到香港 出現一個很革命性 和一個很極端 變化的面向 留意 是一個革命性的變化 革命性的變化 不代表革命 革命性的變化 一定是一個 摧毀性 甚至 我們會說 如果是天命 就是兩個 貼在一起 特別是對那個地方 的一些星 可能是太陽 月亮 金星火星 水星 有相關上位 其實 對於他們的體制 是摧毀 毀滅 或者甚至 腐爛的部分 是進一步 加速加快 令到那個進程 有可能發生的話 那麼 我們 很大的程度上 我們可以透過 可能是星力表 看看這一星 未來一年的行走的一個位置 和香港的星盤 某些星是否有上位呢 我們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看看 可能是 春分 夏至七分鐘 冬至也好 或者如果是 看看春分 3月21日 2022年 那一本 如果他想的星座 是一個固定星座 或者是一個 開創星座的話 大致上 都可以是 定調到 究竟明年 整個香港的肝命 的主題是什麼 這一個 都買關子 繼續看回政治大迷信 我會和大家做一個訓息 那當然 就是去到 潛艦性部分 那時間真的過得快 又去到 十二月了 那當然十二月 這個時候 除了大家 準備聖誕節 準備去哪裏玩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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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吃好西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發生了一件事件 這件事件 已經有人覺得很重要 要出賣主教 出賣大家很喜愛的MIRROR 或者出賣一些 大家覺得 看到是要一刀捅下去的 某一些人的宣傳 但是那些人就覺得 看人出仆街最開心 就好像這個花生 看人吃花生 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很多人都會問 或者我之前都做過一些 預測 也都很膽膽地說 喂 其實那天 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天 會否真的很精彩呢 還是很嚴重呢 還是會出現一些 比起這個 銅鑼灣這個 時代廣場 三級火更加嚴重的事情 又或者比起這個 數個星期前這個 港鐵 飛掉門市 已經更嚴重的事情 其實我們會說 很多時候 雖然我們會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其實沾聲的東西 好像很厚厭 但是我經常覺得 如果先前有一些 相關的症狀就出來 就是等於有人心臟病 突然間 為什麼 胸口蠻滿 為什麼突然間 又這個 心口又 尺尺 尺尺很好 很悶 各方面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 已經給了一個提示 你 有可能出現一些 就是比起 之前發生這些 輕微事 相關 但是更加嚴重 可能更加災難性的狀況 有多災難性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是 將整件事的圓形 或者將整件事 一個本質性的面向 和大家分析 但是到底最後 在12月19日 會發生什麼事呢? 作為一個占星師 我們沒有責任 亦是沒有可能 告訴你 那天究竟會不會有 例如恐怖襲擊 會不會有人炸地鐵 炸票站 炸禮賓府 炸政府總部 炸警察總部 炸中聯辦 炸外交部 沒有人知覺 這些事情 這個都我們預測不到 但是我可以預測 在當日 那個氛圍裡面 有什麼特徵 就是等於我們會說 喂 等於就是說 其實監方已經開了 煤氣爐 已經整周監方煤氣沒有 這個是事實 這個是正在發生 或者將會發生 但問題有沒有 傻仔真的走去 畫火柴啊 玩打火機啊 開電視開燈 結果真的爆炸大嶺落呢? 那 所以我們會說 其實占星 跟很多術送命理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真的會容許 有一個自由意志去做 或者不做 或者甚至說 究竟是做多幾錢重 做多十幾錢重 還是做多億幾錢重呢? 如果做多億幾錢重呢? 如果做多億幾錢重 可能明天就已經說完了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做幾錢重的 就等下先 等一、兩年 好了 廢話少說了 當日 發生什麼事呢? 我亦都幫大家 將一些重點 去歐華出來 我想當日發生 比較大小小的一個 就是 你會看到其實 如果我無論從一個 合盤的角度 或者從一個叫做 蘇拉厚 這個太陽幕的角度 視乎在10月19日 都有一些很不尋常的一些觀察 和大家可以在這裡分享 我想當然第一件事 如果你們會看的 當然第一件事 當然第一件事 就是你看到 為什麼當日這個本命的冥王星 和毀滅有關的星 和火星 是一個正合相 這是正正的 我覺得非常擔心 非常擔憂的 一個很重要的 觀察和證據 如果正正的衝突 和暴力 和一個和毀滅有關的星 認識合相 的話 很恐怖的事情 可能會發生 但是 我是這樣說 我通常偏向保守 那就是說 會不會真的 一些很實體性 或者一些很具體 真的有一個 毀滅認識的事情發生 我不知道 但是很肯定一件事 就是一些暴力威嚇 是真的會出現的 這個可能是一個 結合熱實環境 較為實際的 一個可以的 一個解讀的一個 一個說法 另一方面 我們也會看到 就是說 紅色 你也會看到 紅色的字 應對這個部分 就是 你會看到 透過一些恐嚇 恐懼 或者一些毀滅性的 一些能量 和關係結合 和一些 和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和一些價值中之間的結合 那就是說 突然間這段 為什麼經常說反恐 烏浪色 各方面 正正 也都是和本命的 一個 金星關係 和價值觀有關 成為一個對立 其實也是一種 你會看到 可能 香港的朋友 也都可以 告訴大家 會不會有一種恐懼 很強大 亦都是那種對立的局面 就是 你會看到其實是一種 外辭外張 或者是一種很矛盾 就是 你打開電視 看一些 你不會買的報紙 你經常叫人去 食日做某些事情 但是 你和 現在這個政權 做一些事情 是完全背道而馳 我不說候選人了 就是西華河 高鐵大門 就是我不說了 浪費大家的時間 但是很肯定又撇開了這些 所謂候選人的那方面 其實這個情況 或者狀況是不健康的 如果我更加看回當日 蘇勒拉園那個盤 是有幾個大的發現 譬如我們會說 如果是特別有幾顆星 因為是比較真是令人擔心 比如說 和一些暴力有關的火星 和海環星 和相同有關的星有關 和相同有關的星有關 和相同有關 和相同有關 亦都相同 所以 甚至你會看到 是一些 你單是和火星有上位 已經很大件事了 如果是用當日蘇勒拉園的分析 所以一個叫做合盤 一個叫做過運盤 或者我用這個蘇勒拉園的太陽活盤 兩個放在一起 可以互相去補充一些相關關照 或者一些突發極端意外事故 你都會看到是火星 最主要是火星 然後一些心理創傷 即是無論是政權對市民造成的 又或者會是一個 因為 日常生活裡面 你已經是令到很創傷了 香港人要透過做運動 吃好西 或者要遠足 要治療自己 那種傷痛 心得我一定會說 現在政府有錢 於是 喜歡收買面對 當紅組合 MIRROR 教會 牧師 主教 要出來說話 但另一方面就是 又要怕反恐 又要幫好大班 所以你都會看到掌權者的訊息很誇張 你說到好像香港變成恐怖基地 變成塔利班家 變成阿富汗 但又很混亂 一時就說要人投票 一時投票 我講的是台灣投票 不是說香港 香港投票無關 亦和大家無關 可能叫人去做某些事情 某些事情 可能叫人搭免費車 免費車可以說 但是又叫人搭免費車 但是又怕恐怖襲擊 很誇張又很混亂 所以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會不會在12月19日 那個升盤出來 呈現出來的那個特徵 是和一齣出名的電影 十年裡面其中 第一個故事浮誇有關呢 大家有看過浮誇的故事 都看到相關 在這個節目裡面 一些相關的慘痛 譬如有人會說 他們指示越來越好 比香港人越害怕越好 然後表面是一個很開開心心的 一個街坊抽獎晚會 一個萬物會 大家嘻嘻哈哈拿贏品 玩遊戲 就好像跟大家星期日 出去坐車 交遊 很開心 但是想不到有一個 其實是自編自導 自演的一個恐怖襲擊 當然 你做恐怖襲擊收錢 就等於香港很多人收錢 幫政府做一些 這些這樣的宣傳 這些恐怖襲擊 最終都是被人尿之後 是用完直氣 命都沒有了 當然說近一點的 更加你會見到這樣的畫面 這些畫面 你都會見到 即是 無論是 一些破大案也好 某些譴責也好 或者收到一些 收到一些 不雅物品等等 也好 覺得被人自己恐嚇 好了 即是 政治大迷信 到這裏 基本上 和大家 都做了一個 潛尖 也都做了一個 回顧的一個別鄉 當然 即是 無論10月 19日發生什麼事 希望大家 平安 也都希望大家 小心 即是 我經常覺得 如果當日 因為可能是這個 就是熱帶風暴 Rai 會 吹閘 會令到 可能天氣不好 或者甚至是令到 突然間會很大風 很大雨 或者甚至很涼 的話 這樣在家裡是最安全的 那 也都是 也都是 希望大家繼續 就是 看下去這個節目 亦都是訂閱 給讚 分享 以及正評這個節目 我是黃偉菊 政治大迷信 到這裏 臨近聖誕了 祝大家聖誕快樂 也都將這張 去年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照片 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平安 再見